廟方人員打開衣櫃 金光閃閃 一整排玉皇大帝龍袍開箱了 讓信徒大開眼界 一年一度的天曠日 也是廟方曬龍袍的日子 撐開架子 小心翼翼把龍袍掛上 擺在大太陽底下 讓陽光直曬 待拜拜的民眾 拿起手機狂拍照 第一次近距離看龍袍 當然要毛起來拍 很特別 為什麼 因為很新奇 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看到曬龍袍 覺得怎麼樣 蠻有意義的 而且是在天曠日 農曆六月六號俗稱天曠日 中午十一點到下午一點 午時陽氣即盛 不管是曬衣服 曬書 還是曬被子 都可以保持長久不發霉 歷年來 廟方把玉皇大帝 更換下來的龍袍 妥善保存 石套輪流曬 農曆六月六月 就是天曠日 整個當中 陽氣最旺的時尊 古代帝王 我們在這裡 真的要曬龍袍 廟方每一年都會幫玉帝換新衣 一件一萬八千元 純手工製作需要1.5個月 量身打造相當珍貴 趁著天曠日 信徒可以零距離接觸神衣 民俗信仰在天曠日曬太陽 也有祈福轉運含義 讓信徒彷彿被充電滿滿正能量 只有賴慣張 太能不懂 純手工製作主張 故階